然后我们最后第四点,我们来讲一下实习与就业,我给大家列了几个寻找方式,很多我们在美国的家长或者在中国家长可能认为自己可以让孩子在网上找一些工作,找一些实习机会, 其实如果您孩子上到了是美国的大学的话,大学里面完全是有足够的资源去让您的孩子寻找到就业方式的,甚至在大二的时候都可以, 第一个我给大家推荐就是通过学校的club和organization寻找,第二个就是通过学校的career center,career center就相当于学校的一个就业部门, 这个部门里面会有很多的alumina,就是校友的network,他们可以根据您孩子的一些特点,您孩子的一些要求去主动的为您孩子或者给您孩子提供各种email, 可以让您的孩子主动的去寻找面试的方式,对,然后这个我想希望大家可以跟孩子们说一下, 一定要会利用career center,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利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学校的专门负责的就业部, 中间我给大家列了一个共通技术,就是说我觉得很多共通技术可以在不管申请任何工作都可以培养, 比如说比如说像communication,沟通能力,谈判的能力,包括negotiation的能力,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些共通技术,不管是哪一个专业都需要应用到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面试,对于寻找工作也会是很有帮助的, 那在获得实习机会之后,我给大家总结了三点,一定要让孩子们去watch for, 那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在实习的时候,大二大三实习的时候建立人脉, 像我当时是夏天是在福特公司,进行了一个三个月的实习, 然后我在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实习的manager就帮我写了一封推荐信, 但当我实习的时候他是manager,但没想到他在帮我写推荐信的时候, 大概是三年过去了,他成功升职到了福特北美地区的一个VP, 所以说这个职业的晋升,多亏了我当时当年跟他一直有这么一个人脉的接触,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大家让孩子们在实习的时候, 一定要有意的让孩子说,您一定要跟你的上司建立一个人脉关系, 那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总结实习的经验, 就像我当时在福特公司实习,在实习完之后的第一天, 我就会发现很多skills我在学校是没有学到的, 或者说学校是有,但是我并没有主动去学, 在实习过后的第二学期,我更有方向的去选择了很多的课程, 这些课程我就知道了,我可以利用到我未来的工作基础上面, 所以说我给家长们推荐就是也可以让您的孩子, 告诉您的孩子,在实习的时候一定要去发掘自己有哪些课程是可以明年上的, 上了些课程之后就可以更好的去进行就业, 这点也是很重要的, 那第三点在实习过程当中, 我给大家可以提一个小窍门, 就是尽量找一些提供未来就业机会的实习, 像一些大的公司,比如说福特亚马逊, 你可以参加他们的一个实习后就业计划, 如果要是您孩子在大三进入到这个实习机会, 您孩子表现得好, 您孩子可以主动的去提要求, 或者公司也会主动的要您孩子说, 如果你实习得非常好, 那我们大肆在你毕业之后直接会给你offer, 这是在美国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叫实习后就业机会, 所以说如果要是您的孩子目前在大三, 或者说想要去申请实习, 也可以尽量这方面找。